今晚成为叶成豪台北报道 今晚成为参选人 一次排开力挺版ECVA静坐 也趁机造势 为了补版面 参选人可说各出其招 有人穿上迷彩服 更有人穿起搞怪婚纱 我们穿着小婚纱 飘风是马英九的婚庸无能 ECVA签下去之后 我们大概更不可能结婚生小孩了 我相信这个公投是捍卫台湾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透过这种民主的程序 来表达人民的意志 所以我现在穿着 也是代表我们 为台湾战斗的一个意志 不只在服装上耍心机 更有人用科技创意 直接把诉求挂在身上 啪啪噪 LGD现在还蛮流行的 所以特别把这个 因应今天的这个活动的宗旨 要上街头 要公投的活动 然后把这个活动的资讯的讯息 把它放在这边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 它效果会更好 因为晚上的时候它会更清楚 上街头要公投 把ECVA建筑成了 绿营市议员参选人 另类的造势舞台 连国民党议员参选人 也想来插花 报告数十位群众要来呛瞎 不过大老远就被优势紧力 团团围住 踏不进雷尺一步 我在伊华第二次举牌 命令解散 希望你们不要继续回来 剩下期间 中文民国九十九 就是看准反ECVA 进座活动的话题性 这连来营参选人 也想搭顺风车 趁机造势 强版面 明星文陈秀中文明 泰博导 在艺人的你参选人当中 有一些比较占优势 他们本身就是明星艺人